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喜欢骑脚踏车的朋友他们都会来利用这条道路 那我们从最北端碰壁隧道出口出来以后就属于主北市 我们就可以直接转到星夜沙滩 我们现在星夜沙滩的一条六米路现在正在规划设计 在我们通车的时候那条道路也会做好出来 我们会整条自行车专用道会连接到我们物易养殖器 也是自行车专用道 那经过现在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一座叫水月景观桥 黄色的钢垢桥横跨海面 驻备市公所争取到凤山西水月桥和异象景观工程 获得经济部水利署前瞻计划核定1.9亿和1亿元的经费 全长有450公尺 可以因应14到16级的海风 而桥墩柱深入海底到桥深长42公尺 可以抵倒海浪冲刷 另外景观工程南侧僻建水月公园 修起景观台植栽美化以及照明工程等 未来铁马骑士就可以从乌鱼养殖区 经过景观桥到水月公园 再往南走台68线高架桥下 通往南辽17公里海岸 包括我们整个桥的一个投射灯 在夜间它会变得很漂亮 未来会变成亮点 水月公园我们目前在办地幕变更 我们希望把这个水月公园变成是 我们在地的农鱼产品的一个展销中心 地幕变更已经在做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8月份通车的时候 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农鱼产品的展销中心 施工所前来视察工程品质 进度来到93% 预计8月完工通车 民众都能安全骑程在自行车专用道上 欣赏滨海风光 平衡东西区发展下 要带动整体的观光人潮